该死的学校食堂伙食到底会不会让我们长胖呢 好 那我大概讲一讲我学生时期在北体的吃饭习惯吧 我到现在还特别想念食堂的拉面 这没好吗没有 你看这个面它有长有短 就像这个碗它有达有月 那现在工作以后呢 在中间大学的食堂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广州特色 它有很多很多的汤 有一次我一去看我拿了一个枸杞猪杂汤 然后又看到了一个椰子乌鸡汤 等于那天我拿了两个汤 所以在广州特别好的是特别有越式的风味 它还有那种烧腊档口啊 还有很广式的很多东西都可以选择 那唯一的一点点缺点就是 它可能没有北方的口味那么重 当我前两天正好想吃面食的时候 我想念北体的那个土豆饼 想念那个馅饼的时候 我就去食堂找了一下 看到北方窗口了 然后就买了两个饼 然后握着我家里的群发过去 我妈说你不要再结实了 你已经很瘦了 怎么怎么的呢 其实你知道吃面食 它的碳水是很高的 所以你不要觉得两个饼很少 你觉得在省吃俭用 不是的 这两个饼下去的热量各方面都很高 大概也就是这样子吧 南北方食堂的不同 在北体它还会有一个夜宵档口 它可以做铁板烧和烧烤 但是在中大我好像也有夜宵档的 但是我不太清楚还没有吃过 等我体验完再告诉大家 感谢观看